澳洲今天第六次加息 但是这次股市并没有出现下跌 反而出现大涨 大家好 我是麦克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澳洲在今天进行的第六次加息 我们知道澳洲央行在今年上半年开始加息之后 几乎每个月是至少是两倍 甚至于三倍的正常加息速度在不断加息 在过去的五个月中 它已经连续加息了五次 那么在今天也就是10月第一周周二下午的两点半 澳洲央行再次召开会议 并且决定这次再次动手第六次加息 但这次的幅度并没有之前多 仅仅只有0.25% 在这次加息之后 澳元的利率目前达到了2.6% 但是和之前连续五次加息之后 股市出现大跌有所不一样 这一次澳洲的股市没有出现大跌 反而因为加息仅仅只有0.25% 大幅低于了市场预计的0.5% 而出现了超过3%以上的涨幅 那么实际上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就有很多分析师已经开始预测 澳洲央行将会把从原来加息 0.5%降低到0.25% 那么很大原因也是由于现在第一 俄乌战争的不确定性 美国那边的经济有可能也会进入一定的摇摆期 第三欧洲那边尤其是英国那边的经济 也由于担心进入经济衰退 而使得央行不得不出手来救市 如此一来的话 原来大家所预期的澳洲央行将会加0.5个点 在今天下午两点半的会议上 确认仅仅只是加了中间的一半 也就是百分之0.25% 虽然这样一来的话 帮助股市出现了很大的反弹 但是我们看到市场上有很多分析人士提出到 这其实也代表了澳洲央行 现在出现两个担心的问题 不仅仅是因为它要压低通货膨胀率 更重要的是 它会担心如果加息加得太快 可能会进一步的伤害经济和消费 所以它现在就变成了 左手和右手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遇到了一个难题了 到底是之后先处理通胀 还是要先稳定经济 就成了澳洲央行未来左右摇摆的 一个政策上的不确定性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从现在情况来看 澳大利亚的情况要远远好于欧洲 主要也是由于澳洲是资源大国和农业大国 因此即使是现在由于俄乌战争 天然气出现了危机 但是澳洲自己是能够在极端情况之下 还是能够做到天然气的自给自足的 那么好了 还是那句话 澳洲央行目前所做的一切 连续六次加息都是为了压低通胀 但是未来依然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 情况是一 如果未来通胀不出现大的增幅 一切按照目前的计划进行 那么澳洲央行将会从之前每次加息0.5% 降低为每次加息0.25% 甚至会暂停一到三个月 之后看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未来 那另一个不太好的未来 就是如果 不论是欧洲的瑞士信贷 还是俄乌战争如果不小心扩大 那么世界将会更加动荡 届时各国的央行为了维持住经济 为了稳定社会 将不得不再次实施大幅的加息计划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们也将会很快看到澳洲央行 也不得不从缓缓加息 重新又回到之前的0.5% 甚至于0.75%的激进加息 当然这种局面 我们是不希望看到的 但是我有责任要提醒大家 这个也不能说完全排除不会出现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关于加息的紧急新闻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